大家好 我是万一中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呢 我想是星期一 选举后的星期一 所以我才怎么在想 我想要找个人来聊聊选情 否则我们就太不硬了 想了半天我要找我的这个偶像 我们每天晚上要听他节目之后才能够睡觉 我们的贫秀玲 你好 贵仲哥好 大家好 我不敢变成你的偶像 我讲真的 我是 你不要再说你从小就怎样怎样问他 我要跟听众朋友真的诚实报道一件事情 我说每天晚上要听你的今日评评礼 真的哦 对 因为我觉得你到你是什么时候录这个节目 我大概就是你在晚上应该是12点左右会听到 我大概就是他半小时前 其实我就是直接我上架 我在家里头录完我自己上架 你这是新闻的野兽 你今天晚上11点半说一个女孩子 不是在化妆卸妆就是这个美容浴了 你要录一个今日评评礼 安静下来录一个这样子的commentary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大概做了两年多 对 因为最近的新闻那干嘛 我就这个时候听这个东西 听完了大概了解了睡觉 你这个时候说心情跟你早上主持广播什么 情绪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那是一整天之后 你看过今天的新闻 你看过很多事情的发展 有一点是心得了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就是 一定是最重要的新闻 不是 大概就是你对于一整天的时事 你的一个感想 沉淀了 我觉得今天最值得分享的这个时事新闻 那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国内政治比较多 听着朋友如果听过大家知道 如果没听过我真的很建议各位 但是你要12点听 谢谢 听完之后我觉得也不会太紊乱 但也不会太平静 因为现在人梦多 所以听听看之后 你大概会知道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你做这个经济评评理 在晚上做这个事有沉淀的效果 那个这个贫穷里 你是不是新闻的 你是读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的 是我是新闻 你原本原本major in什么东西 你原本的系别是什么 我原本是念 我现在都不敢讲那个学校 台大公管系 你不是我文化的 我一直觉得我文化会出奇才 台大公管系 你是从小对新闻有兴趣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大概就是高中阶段吧 因为那一阶段其实就是台湾那种 政治体制快要就解开 然后有很多的冲撞 然后你会看到一些 你感觉就是街头有一些游行 然后大家对于各种事件 有不同的意见 那些意见跟你从小到中学之前 所受的那些教育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你为什么不考新闻系呢 我真是蛮不好意思说 因为当时就是不小心联考 非台大不读 也不是非常成绩太好 如果不是台大 不是那么前 我们那个系 大概就是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的 那个系 就商学院嘛 对那你要是不是那么前面的系 也许我就填政大新闻系了 那因为也考的太好 觉得说好吧那到台大看看 而且就是说感觉上台大的学风比较自由 其实有人研究过 新闻到底是不是一个系 有人都说新闻不应该是个系 就是说你新闻素养或者是自己要修炼的 那新闻技术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最后用服系 就是你有个主系是独立经济啊政治啊 怎么然后来修点新闻的这种学科就好了 有人这样讲 我是文化新闻系毕业的 那你觉得呢 不敢发表任何一切 因为我不算 我不算 我不算一个读新闻系的学生 因为我大二就开始出来打工了 都没在学校出现 但是新闻的素养跟新闻的感觉 我是很喜欢 因为高中就边校看 那是必还是要做类似的东西 所以我做节目有一大部分属于新闻综艺 好我们谈回来 所以今日平平里就是你每天晚上累计完之后做的沉淀 对大概是这样 我认识你大概是在中天新闻的时候 前后 那我一直觉得你新闻做得非常好 谢谢 真的我想真的 然后也有自己的看法 有一些事情呢 也跟别的记者不太一样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个影视方面 还是有一片你的广场跟你的原地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新闻就是刚刚这个 接续伟中哥讲的 我觉得新闻这件事情 很多你不是在 学校里的新闻系教的不是新闻吗 因为新闻都是叫做今日生今日死 不会就是今天的新闻到明天就是历史 所以新闻这个东西 而且你没办法预测 很多人会说什么神童 可以预测很多未来的这个事情 对那所以他就是很难在学术 或者在学校里头可以教你什么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头学 不管你是就像大学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不管你是哪一个科系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在学一个 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观察问题 怎么样子分析事情的一个教育方式 你讲的比较深了 我们这个是吃饭时间不要那么深 我懂我懂我懂 我讲的也不是我讲的其实是 我对你的感觉 因为我在传播界干嘛也就看那么久了 我觉得你的新闻做的很好 那可是个性不好是吧 蛮好的 这个评价还蛮中肯的 我说你母羊座的 我对母羊座非常清楚 因为我有我女儿是母羊座 你不要得罪女儿 我不敢 我对母羊座 我敢得罪母羊座 我只是说你是一个不太 大概不太受媒体 台湾的媒体 不管蓝的绿的和各方面 严格讲起来 都会被这个某种意识 或者是老板控制 你大概不受这种 你是不是从小个性就不受到控制 我非常不喜欢受到这些控制 但因为 从小吗 你爸爸妈妈或你从小受的教育 都是不受控制的女性吗 其实我在外观看起来 或者是说就是行为上面看起来 我其实是算蛮中规中矩的人 但是脑子里想的 跟你表现出来会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就是 我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 我知道在哪一个环境里头 你的怎样子的一个表现 就是该弯腰也可以弯你点腰 角度有多少 我觉得要看什么事情 就是新闻 比如说有一种新闻 很奇怪 就像你最近常报道的一个 这种俱乐部 88俱乐部还是俱乐部 这个新闻就是有很多 蓝的绿的白的 甚至记者 甚至很多男艺人或女艺人 不搞不清楚 都去这个所谓现在 浮面看起来是黑道经营的 这么一个俱乐部 带有很多公关等等 那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吉他大学的校长 去了被拍下来 那个走路的样子 我靠那种 我往往看过 急到直气一点 没有这样走路的方法 不管 那这个事情 播出来之后 有人说这个影片已经 已经有出来了 在选举前已经有出来 这是我们学新闻人 就算我这新闻的一个逃兵来讲 或者是一个什么来讲 不好的学生来讲 我这新闻很大 Big News 大事情来了 不仅是Big News 是AF Big News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 在意这个新闻 然后我整个看 我说不会吧 我就东看看西看看 看看文字 看看影视 看看YouTube 看看 朱学红 我也看了 都看了 只有你在那边 哈拉这个新闻 只有你讲这个事情 那若是选举前 这个新闻 其实如果出来 是明显的 是个大新闻的 不管他不应该 被选长压住吧 这根本跟韩剧一样精彩 而且真实事情 韩国人拍电影 他不会在乎这些事情的 对不对 他爱怎么拍就拍 或者是新闻的话 我觉得在韩国 一定也爆出来 可是这个事情 好像只有你在哈拉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选举 就是他的优先胜位 其实我觉得是台湾 要慢慢的调整 因为你选举的优先胜位 输赢了 就是说输赢的优先胜位 在很多人的心中 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所以 会吗 我觉得不见得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大 不知道他影响到什么 我知道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人 不出来投票 就是因为这些 应该要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因为选举的算计 把它当成不重要化 所以变成很多选民 是哀大 莫于心死 我就不想投了 而且这些可能 照现在的结果来看 他就是大部分本来是支持民进党 其实他是看不下去的 但是因为发现 你的同温层里头 没有人愿意 愿意对这件事情 有意见 可是当时你说 不管是绿的 蓝的也有 你影片看过没有 我就是只有看到片段 那我想应该 还会有非常完整的 而且我觉得最 你看片段就是我们现在 对就是我们在新闻上 没有更多的片段出来 没有更多 可是你确定这个片段 是一定会很多 在某些人手里 或者什么等等 一定 现在的说法是说 就是这个招待所的主人 就招待所就已经潜逃 出境的那个主人 他手上有 可能有一个资料库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 韩剧的剧情 如果真的有人要写剧本 这真的是太好的题材了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图书馆 几年几月几日 某某某个别的 每一个人的档案 政治档案 所以有人说 那两个侦办这个案子的检察官 也是去过的 对 然后现在的罗生门 是非常的有趣的 因为居然是这一个黑道的小弟 跳出来说 为什么这两个检察官的影片 会被丢出来 是自保用的 就是告诉你们 我现在要办了 对 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这个资料库里头还有很多 有没有你的同意 跟你一样这样热衷 还是说 不像这样 我不晓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这个口听懂吗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很惊讶 其实就我很惊讶 因为就我在新闻界成长的年代 就是我进入这个圈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对于黑道 对于金权这件事情 理论上没有什么蓝绿之别 就是大家应该都觉得 很深恶痛觉 才对 关于平秀琳 对这个新闻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平秀琳 本来跟你谈的就是 我觉得今天星期一 第一个星期一 跟你谈谈选举的事情 不过我看最近 今日评评里 我是你的粉丝 我觉得你的新闻做得很好 个性不好 所以像码头不多 码头 为什么 好的新闻记者 码头都不多 没关系了 在大海里头悠游 也比较自在 好漂亮 我们牡羊座的平秀琳 讲回来 可是我看今日评评里的时候 在选举的时候 你还是有时候不做选举 还是要做那个 我们刚刚讲 就那八八俱乐部 那个 就警察大学校长去过的 那个 有那会影片只放出一点点 其实据说还有很多 这新闻蛮大的 可是好像就没有人去讲 这样的事情 我一问 刚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在广告前 就是有没有同仁跟你 有一些新闻同仁 跟你一样的关心的 有没有私底下 还是你朋友很少 就只有沈副兄一个 还有你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说就传统的新闻人 或是传统的政治人物 就是你看的应该就是说 传统政治人物是指说 假设这件事情 你的判断是对执政党可能不利 你至少反对党的政治人物 应该要关心 也没有 对也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 后面的影片可能资料库里头 还有很多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人民 OK Anyway 反正这个事情 就有点猫杀尿的地方 那叫什么你知道吗 猫杀尿 剥杀的地方 有猫腻的味道 OK 这我觉得我很希望 在选举完之后 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 处理这件事情 反正我会听你的近日评评理 看看有没有 这个新闻到底会被 因为就以新闻的立场来讲 跟对台湾的前途来讲 这还蛮重要的一个新闻 可是就看看新闻 就腐败政治能走到哪里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民主的标准 我们看看贫秀林怎么样的发展 有可能贫秀林以后 什么频道都没有了 我就跟你说 大海上面是很自由的 新闻记者 如果什么频道都没有的时候 什么媒体组都不聘的时候 那就是红了 谢谢 那就是真的很棒的时候 OK 好 这话听台湾 我们来谈谈选情 这个选情已经 不是选情了 已经选举过后了 有好几个面向 我不知道从哪里谈起 因为你是专家 那对一个 你最好奇的是什么 我好奇的是什么 我这好奇看看 这个选举完之后 就会等现象就出来了 石头就出来了 我是想看看 民党有没有可能 里面会有内斗 那国民党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内争 然后赢的输的都要打 民众党 它会不会有什么内气 这三样东西 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 这个你就先就跟我们解释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好像这个玩意之后 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对 已经正在发生 对对对 但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 尤其这个时段朋友 有很多人会关心这个话题 所以已经发生 现在你看到一些迹象 就要看我们平秀林 你怎么今日预测预测 晚上再做今日评评例 我觉得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说 第一个你 你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这场选举 民营党为什么败成这样 他的原因是 我觉得有没有讲白话文 不重要 但是大家都知道同一个原因 就是蔡英文总统的领导 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说民党内斗开始了 对 那既然大家原因都知道 就是蔡英文的派系 或者是蔡英文本身的决策 出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一直觉得 蔡英文也不是那么笨的人 对不对 他为什么做一些事情 就像林志坚这个事情来讲 不可思议 旁边人看起来不可思议 对不对 不太可思议 怎么会一直这个样子 然后一直演变到 就这样开始的 对呀 就派系我觉得 就是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个人而已 对民进党来讲 每个人都是一个派系 他身边都有这个兄弟姐妹 要一起照顾的 政治里面是就像 就像在野党 或者小党一样 政治的派系真的很重要 真的没办法 像 在民进党特别重要 像你在新闻界 像沈副兄在民进党 这种孤狼出现 我觉得你 这是在民进党特别的现象 民进党的这个派系的团结 内聚力 当然 国民党派系真的你叫不出来 这传统那么早以前的主流非主流 那已经不知道是几百年前的事 没错 从那之后呢 每个人都是 也不强了嘛 对 每个人都是个体户 对 不强就胡倒 而且就是都是临时 临时编组 民进党派系非常 对 可是听着朋友不太了解 了解表面嘛 就像一些新闻技术 也了解表面 那派系都像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像大家最 就是最知名的民进党派系 叫做新潮流系嘛 那新潮流系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王世坚说 要写十本书来讲新潮流系 所以其实他对于新潮流系 基本上有一定的印象 就是他很有纪律 他的进出都有经过 很严格的审核 然后你有任何的瑕疵 你就会被赶出去 跟兄弟会 像洪其昌就被开除了嘛 那等等 就是他有一点点是非常紧密 非常内造 然后呢派系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他那个新潮流的阻止精神是什么 阻止精神应该就是拿到执政权去 唯一 拿到执政权其他面 什么都不必说 就是新潮流 没错 因为就是说你拿到执政权 你才能做别的事 他是说他的阶段是 我的工具性 就是我一定要先赢 所以邱毅人最著名的那句话 就是割喉割到断 所以以后接到西潮流 就是他就是radical 他就是要拿到执政权 这是他最重要的 然后他比较好的一个 他比较不是某种程度来讲 在民意党内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是说因为他的入流 是有经过严格的审核的 所以品质不会是捡到栏里都是菜 没有政治渣男渣女 比较少 相对上比较少一点 那他到底是做好事做坏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至少你进来的时候 你的整体条件不会太差 有挑过的 这样了解了 新潮流了解了 你这样觉得很清楚 我再帮你讲的简单一点 最松散 这个是最严格有纪律的 有挑过严格挑选 那最不挑的 就是现在的英系 就是最不挑 我要讲到说 你对总统大不敬 但是呢 很多人现在最喜欢说一件事情 英系不等于蔡英文 蔡英文不是英系 英系是自己贴上蔡英文的派系 所以蔡英文有没有派系 还是蔡英文也是个 像你上讲 也是在某种孤狼 那或者用人来凑他 因为他现在有权 我觉得他不只是孤狼 他根本就是外头的人 因为他根本是在 这个要选举的时候 才加入民进党 跟这些我从出生 就是民进党的人 是不一样的 他是被嫁出来的人 对他是因为这个 之前大败嘛 对可是他未来有自己的 他还是不能变成孤狼 在政治圈里有些民党里面说不出 所以可能会来凑 凑他还不否认 是不是这样 对他没有明白的否认 但是也没有正式 比如说我来开个大会 我当这个派掌门人 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直接的形式 可是现在英派看起来 旁边这些 这复选这些人 好像有 他是被签的 蔡英文会会被这些人签了走吗 政策上 然后最重要就是 不经过党内初选了 他只派就是 我觉得是你知我知 你挺我我挺你 我们虽然组织松散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自己人 所以呢 资源该是我们的 我们不会让给别的派系 就是说你虽然感觉 不是有一个真正的掌门人 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组织 没有说我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说指定谁是掌门人 但是实际上他的运作起来 资源的分配 或者是对外这个去指挥别人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权利 就是背后我给你这个权利啊 所以才会有这个什么洪耀福 是总操盘手啊 黄成国啊 陈明文啊 因为这些人的确打着英系的招牌 得到了向蔡英文授权的权利 所以你说你是还是不是 这真的蛮难讲的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 好像每一句什么descendant 或者是那个演的那什么 那个那就是那种家族企业 里面人不见得合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有利润会有利益 或者怎么样 大家就 共同目标 对共同目标 平秀琳我现在终于慢慢 平秀琳我现在终于慢慢发觉 你现在为什么做孤狼 就是喜欢讲白话文 不过你的新闻素养 还是真的很清楚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伟中 欢迎收听我是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平秀琳 因为我是他今日评评里的这个粉丝 我觉得他的新闻素养很够 也很敢讲 也很会讲 我们刚刚讲说选经之后 然后现在就要看看 你问我最想听什么 我就想看看说 民党会不会开始内斗 那国民党会不会开始内争 那白的势力会不会开始内起 起一些现象等等 那我们的时间不够 所以只能谈一点点 这个内斗已经开始了 对各派系之间已经在 好这内斗这件事情 看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接下来呢 因为蔡英文辞职了 辞职了 是党主席 接下来谁是下一个党主席 现在是有人代理 陈其迈代理 陈其迈是这一次的 这一个选战当中受伤最少 受伤最小的是他 对一个森林逃出去 带点伤 但还好 对还好 所以现在他代理 所以现在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说呢 会不会从代理变成 贞储 变成党主席 那或者是赖清德 因为大家先知道 民党已经没有悬念了 因为在这场选战当中 这个蔡英文原本设想的 包括陈建仁 或者是郑文灿 有没有机会 取代赖清德成为 2024的接班人 这件事情 基本上已经趋近于零了 所以现在就是赖清德 应该就是2024民党的候选人 有可能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真是大卫不在秩序 对 郑文灿真的是 彭大肚子在那边想 他最近肚子比较小了 OK 焦虑 减肥减肥 OK OK 陈建仁也没有想到 这个事 陈建仁哭了嘛 在上选战当中 哭的人好多 对啊 赢的也哭 输的也哭 我如果还在做 我在剪那些 哭的 睡的哭的画面 下来 就哭了 不会 就是这样子了 OK 所以真的是很难解释 现在要慢慢看 对不对 你有预测吗 你会predict 你会预测吗 我觉得赖清德 自己跳下来接的 可能性不小 因为接下来 我倒认为 我们可以赌一赌 我们在世主会之后 一起赌这个 谁得冠军 跟赖清德 会不会做当主席 我有另外一套 戏剧性的看法 那不住在这边 因为你今天主 今天是特别来宾 那如果有人访问 我会用戏剧方法 解释赖清德在这时候 不应该上男主角 第一个位置 对 这会对他以后表演上 会不好 表演上 表演一个政治的情绪 或政治一个风范 这时候当然党主席 然后他又会觉得 这个党跟这个政 会分开 他扮演现在是很理性的 人经过沉淀 看过这个所谓的韬光养晦术 这几年他成功成年 他现在的动作 不要这么大 他还是压着滑水 慢慢使劲 然后那个 要delay一下才挥干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要找到一个 构格的代理人 反正anyway 这个事情我们世主会 跟这个事情一起赌 我给你赌一摊饭 我请沈副兄出来吃饭 沈副兄经过我访问之后 他跟我讲说 请那些朋友出来吃饭 等等等等 他很有意思 我这不能跟听众朋友讲 他的名单 我开出来你会吓死 他开了 有你 我说我请得拿 我能请 平秀林 我哪请得动呢 可以 我说要不要请他 这不一定要请他 你可以请一些别的朋友 也可以 老先生有趣了 OK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这时候会被以前 国民党有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 穿过水无痕 可是那个 不管老的那些 还是会有那种心理想 还是有点鼓动想出来的感觉 所以会不会 这时候还内争 争某些状况出来 其实他们就是大赢了吗 你从2018年 那个大赢之后发生的状况 大家非常担心 会再来一次吗 对 我觉得理论上是不会的 因为很多人 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犯第二次一模一样的错 你总会学到 一点点的教训 你看你看中华民国的革命史里边 只有二次革命 三次革命就输了 就没有了 二次革命 对就亡党了 对 国民党说再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真的 第一次愚蠢是运气不好 第二次愚蠢 你是真的愚蠢 第三次愚蠢 不可理喻 就扫尽历史的垃圾堆了 对 所以你觉得他内斗 还是会内征了 我觉得那个就不会像 2018年之后那么的显性 每个人都跳出来 一副那种非我不可的样子 因为以为躺着选就赢了 当时有这么一个误判 hard code不会有了 soft code还是会有 我觉得还是会有 那这个soft code部分要看的 大概大家都知道 只要看朱立伦跟侯友赢了 对 要不要赌 这个赌要放在两年后了 不能马上看出来了 应该很快就会看出来了 这时间也不能拖太久 接近的时候我再跟你赌一次 对对对 我们下次先赌前 先之前一场的时候 就可以赌下一场 内征的话就是所谓的 当然没什么好真的 就看谁做candidate 谁做总统的候选人 对 就现在这个状况 没错 对 然后国民党当然是打了一副强筋针了 可是也很多人会讲什么 钟摆效应 或他们说国民党内政 是向来来的一个传统 也可能会自己毁到一盘局 慢慢看 慢慢看 他现在信不会有 那个所谓这个民党的内斗精彩 对 那白色力量 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一次 到底算输算赢 或者是说赢多少输多少 大家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感觉好像就是高新竹是拿下来 就是他成立这个政党以来 拿下的第一个县市首长 那算是感觉有进一步 但是大家又看到新竹是拿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柯文哲本身有关系吗 对 就是说是他的功劳吗 未来是他的地盘吗 因为大家感觉好像这个郭董宣董 感觉比柯P 在这个选战当中的角色 更为高宏安所重视 没错 所以你说新竹算是民众党的一个摊头宝吗 这可能会有一个问号 那另外你看到他的这个市议员 他其实市议员选的非常不好 对他就是在全台湾的市议员的席次很低 在台北的话是有三席吗 对对对 那其他地方也大概只有三席 加起来不过是六七席这样子一个数字 那对于全台湾有九百多个议员来讲 你没有等于你没有基层的组织 你没有组织让你有这个动能去选总统 所以他要独立参选总统的机会 我也要说趋近于林 可是他是要出来选的 他现在第一就已经 对所以出来选有很多种方法 就是我跟谁合作啊 或者是对我跟谁 可是问题就是他要做 number one还是number two啊 你知道他做number two他不可能吗 这是实力原则吗 你他现在有number one的实力吗 重点在这 年纪也到了 对年纪是一回事 就是说你的 我说政治实力 我要带枪投靠 我要有枪啊 如果两个合起来 他只能做number two的 他最好的机会是 他能够抢到第二位 number two 那没有意义啊 那我不晓得他怎么讲 如果说那另外一个 他的思考的逻辑就是说 他说不要做number two的时候 我千万不要讲这个事情 又有个小的疫情出来之后 number two去做 去做那个什么指挥官 这个轮回就太痛苦了 对太痛苦了 对对对OK 所以他现在一定有很多思考 他现在心情会怎么样 你的猜测 他重要的是 他十二月一号要选党主席 要再选一次 对那看起来是 不会有其他人跟他竞争的 他一直吵着说 蔡壁如要跟他选 因为现在蔡壁如没有职务 那蔡壁如要跟他选党主席吗 蔡壁如当党主席 然后呢 他也当你刚才讲的 有比较大表演空间的 一个候选人 candidate的角色 就像可能你建议赖清德 不要接党主席的位置是一样 因为党主席总是有很多的包袱 我没有建议 我是用戏剧的张力看事情 可是现在人生如戏 戏也如人生 就很多事情 我还有时候还猜的蛮准的 很奇怪 anyway 我觉得 我是有请柯文泽来上节目 这个看他来不来 他接下来很闲 闲之一会 闲之他还会选择 他不要上你王伟忠节目 不会啦 他也很崇拜伟忠歌 没有没有 不可能 没有人崇拜我 那试试看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贫秀玲 也建议各位 晚上时间呢 可以听听看他的今日评评里 不过这个时间是在12点左右 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再听了 我想想看哪个气氛比较好 气氛 我来讲我喜欢听你那天 因为你的语气跟感觉 各位欢迎收听 今日评评里 各位看那个什么 那个气氛很像 很像夜间要听的 那是因为我也快要睡了 很像你应该有广告配合 你像以前李基准 这里是李基准的感性时间 佩登四库啊 要不一下完全透明 只有脚尖的部分特别编织 我今天晚上听那个 听这个新闻今日评评里 比早上听起来 不要能够沉淀 而且还好 我觉得语气啊 你也不要沉淀了 听起来会不要 睡觉前会觉得 我是这样觉得 我个人这样觉得 可是有一些题目 听了会睡不着 很生气啊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对这个年纪 怎么样都睡不好 哈哈哈哈 好像早上有时候 看你跟沈富雄 沈富雄很爱你 我也很爱他 对啊 你们俩真是孤狼 孤狼那一对兄妹花 兄妹很好 兄妹兄妹 他不能叫你妇女吧 没有 他老是叫我姐 我老是又叫我秀玲姐 他不容易 他基本上 如果你的西文素养 狗他远跟你聊 对 不过我说到沈富雄现在 现在他只上赵昂昂的评论节目 对对他比较少出现了 对对对比较少出现 不过我看他有时候跟李军义是不是 李军义 对两个都算民党里面表 他当然已经离开党 都是退服会了 民党退服会的成员 对两个还是有一些 有趣的两代之间的一些沟通 OK 好 接下来我本来跟你谈 隔魁人选的问题 但是隔魁这个 这个就穷穷穷 他还是继续做 可是这话题我想等一下聊 我想跟你谈几个人 你看这次完之后 有几个人的政治前途怎么样 你来预测一下 我算命了 好来我摆一下牌 九千选女 政治九千选女 酱肉在哪 对对对 好 黄珊珊很多人讲说 哎呀 讲完就说请她做副市长 就太好了 那我认为黄珊珊 不会接 回锅 不会回锅去做同样的职务 我觉得以珊珊的个性 其实我觉得珊珊个性 也是很好手的 可是以选民 就是这样子不是听得好吗 就倒不是为哪一派 你说这样做事情 你是说选民不放心万安吗 我停对几秒钟 在想这回答问题 我挖了坑 对对 我很会挖坑 让人家不小心跳进去 我这年纪好 突然这样代表 真的是有些地方 小小失智会回来 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OK 就说很多人 这是理想派 或者无心派 这样子不是挺好吗 这样的台北市 就会越来越好 等等等等 会这样想 你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是不可能了 Zill 我觉得也是趋近于零 趋近于零 哎呀 形势形势 自古以来形势比人强 如果把形势拿掉 世界一片和平 对就是有的时候 政治没有那么理想化 政治是很现实的 就有太多现实的考虑 对 有非常多现实上面的考虑 所以黄珊珊 接下来的政治前途 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 很多人关心她 我觉得她就是选立委 对啊 你跟我想的都差不多 我觉得选立委 不稀奇 以戏剧效果来的 戏剧效果 而且好戏 好戏效果来的 对了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 就是选立委 选立委 好 就是黄珊珊 然后 陈时中 回家还一弄孙吧 不然 不然也要开个什么招待所之类的 她对这方面倒是还蛮在行 你这个的话 有点 她是好的 你跟她私底下有没有接触过 我其实没有 我也没有 我一直没有机会访问她 我有要访问她 又访问了 蒋光安访问了那个黄珊珊 我请她 后来就 后来那天是 反正不行之后 陈慧琼说 我跟蒋 这个蒋光安已经当选了 我们之后就接到电话 接到那个 陈时中 接到那个电话说 我们陈时中先生太忙 很抱歉 跟王仁先生讲 是啊 否则我要访问她 就你们神大了 捧乱子 坏了你的局 坏了我的局 然后跟陈时中好好聊一聊 有几个状态 拍这个 时尚的封面 还有走路的样子 因为我们做表演来讲 这里面有 也是 所以陈时中就 政政前途就结束了吗 我觉得基本上 很难有适合她的位置 有人说她可能可以 再回锅行政院 那我觉得不可能 就跟你叫黄珊珊回锅 去当副市长是一样 你叫她回锅行政院 接卫福部 她一定不愿意 然后你让她安排一个副院长 现在民进党有很多 卸任的县市首长 要安排位置 好的位置 不会让这个 没有未来政治前途的人 去卡 这也是政治现实上面的考虑 对啊 你讲这个 跟历史上很多人物一样 就老将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最后一场仗 放出了战场之后 那怎么办 那就凋零了吗 还是怎么样 而且以民进党的政治文化来讲 第一个你没有特别派系 假设你现在是英系抚养的 英系抚养的这一个候选人 结果惨败 那真的没有必要帮你安排位置 没有必要帮你安排位置之外 你又没有未来性 所以你也没有积极要去争取某个位置的强烈的动机 所以顶多可能就是安排 假设有安排的话 也是一个养老型的工作 对 杨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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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良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希望我做一个政客的养老院 我不是做明星养老院吗 他说政治人物养老院 所以你一说陈世忠做养老院的院长 你邀请他来嘎一脚 我想访问一下陈世忠 就是他这个 就看看他后面的发展 我觉得卸任以后可以啊 我觉得卸任以后 他应该就真的 不是卸任 不知道 但是看他的人设怎么走了 就是我将再起 或者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 目前看起来没有他再起的空间 你讲的 你都不像我们学戏剧 或者戏剧新闻戏的 你讲话太 不是因为有太多人需要安排了 先把一些 不边缘化的先处理一下 了解 陈其迈反正还按坐其位 赖青的我们刚才也谈过了 陈建仁呢 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苏贞昌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 到底该不该换人 因为你看 选举败成这样 这件事情是联动 选举败成这样 那一定要有人负责 那现在谁负责了 就是蔡英文 请辞了一个党主席 这感觉是很敷衍的负责 休息一下 我们就来谈陈建仁会不会接隔魁呢 以上是贫秀林的预测时间 大家好 我是万一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呢 我们请到贫秀林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选后的一些状态 其实状态很多 但是我们用人来表示 大家就知道 听众朋友也看新闻的 也比如很多人也是专家 真正人才在民间 对 那我们刚讲了几个人 但以后在政上的变化 我们谈起了这个陈其迈 赖清德 陈建仁 那陈建仁有人说 他很可能如果这个穷穷穷不下去了 可能是他接隔魁这个位置 可是中华民国隔魁不好做 陈建仁是个文将 儒将 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基本上 本来蔡英文也希望他有机会 可以在2024这一局卡赖清德 就是让他入党 让他参与辅选 就是希望假设选举选得好的话 他就有这个机会 去跟这个赖清德 去争2024的这个接班人的位置 可是蔡英文已经下了 他还管什么总统选举呢 那在的时候可能有人会 卸任总统更需要关心 接任总统是谁 也是用韩国的 每一国都是这样 你看像川普也是 每一国现在都是这样 卸任总统必须非常关心 他的后时代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 我都发抖 我觉得你应该写什么恐怖剧之类的 养老院太温和了 对对对 我们以前有做过 想做过类似的东西 OK 所以 陈建仁你就本身这样扑比的 后来发现经过这个选举之后 基本上没机会了 那没机会之后 我觉得现在是要解决苏贞昌 如果下来没有人 可以接的这个问题 可孙昌现在接的哒哒哒的 哒哒的就是我要辞职请你继续谢谢 也接受了 他接受了 辞职的很快 但是重点是民众接不接受 选民接不接受 民进党的支持者接不接受 因为我刚才讲这件事情 拜成这样 而且呢在拜成这样的之前 民进党给了他自己的支持者 很多的假民调 假资讯 说我们要赢了 我们很接近 我们要追过 媒体跟着走啊 对 就是说支持者没有感觉会输成这样 结果开完票之后 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这一整个过程当中 有被感情欺骗的这种愤怒的反弹 有很多复杂的情绪 你要给他一个交代 你的交代就是蔡英文念了稿 说我道歉 然后就结束了 那这个交代了吗 这个要效 不能够治疗这段时间吗 所以你如果没有做一个 非常大幅度的内阁改组 甚至把隔壁换掉 要一个强的抗生术 对 不然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交代啊 好那谁接呢 你说陈建仁有可能 陈建仁很弱啊 所以现在发现没有其他人啊 行政能力有点 也是个儒匠啊 压不住这个火焰啊 感觉上啊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共识 其实是共识局 我就说 只要把所有的位置都安排好 这个民进党内重要的派系人物嘛 比如说 郑文燦啦 林佳龙啊 这些个人都有 很适当的位置安排好了 那他也只是一个 大家能够接受共识局 然后呢 不会出大问题的安全牌 林佑昌可能吗 林佑昌我觉得入阁是 是一定有机会的 但是还蛮能干的 对 就像林佑昌啊 郑文燦啊 潘梦安啊 林佳龙啊 这些人都必须要有 后续的政治出路上面的安排嘛 所以那个势必要大幅改组 因为要安排这些人 不这几个人 庞梦安也是 庞梦安也都在南部 自己做的做的还不错了 对不对 几次屏东选成这样 他敢说他做的不错吗 那是后继的人啊 这他在政绩上 他努力在做嘛 他把他调回来 有没有可能 我听说他并不是一个很听 你说调回来是什么意思 就来当隔魁啊 等等等等 隔魁我觉得这个位置 他基本上又要趋近于林了 也不是说称不称得住问题 因为这次选太难看 如果这要有战绩的 就是说你如果 选举就是一切的战绩 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林家龙呢 林家龙还蛮点个性 也讲了说如果选台北市 我在想如果林家龙选台北市 讲完没有那么好做的位置 林家龙还是 这时候就没放成了 成中了去选桃园 如果调过来 那很精彩 天津难买早知道 蔡英文本来觉得 他的布局是一个神来之笔 我万一中的能力 只能从后面来开始讲 可是我认为 真的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吗 你感觉上 往前看当然是这样子 下棋你来看 居马炮来下棋 如果那个时候 林家龙真的选台北市 成中去做一个 跟张汉正对 那个是两个不同的情绪 而且有可能会赢 对 那林家龙未来怎么样 你觉得 我本来也预测说 他选输的话 他有可能会接苏仁昌的隔魁 但是他实在是输太多了 对 我觉得林家龙肯定是做智库的领导人 他现在应该就是 他们派系智库的领导人了 对 去需要再往更大的智库走 不过他如果他对未来 他觉得是有政治野心的了 对 他应该也会争取位子 他年轻非常年轻 非常年轻 OK 政治人物我们也从黄珊珊 我看我名单所关心的人 大概就这么多 然后当然这一次的选举 严格讲起来也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媒体人在里面 扮演一些角色 对 那也有人说 有些媒体人在这次大学里面 帮民党 释分很多 也是 诸队友 对 有这样状况 那平秀年就很会分析新闻人物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要交给你了 你觉得周一库 有节目还会很红吗 我觉得 最喜欢听你这样讲 看怎么做 你就是要让我得罪 寇寇姐 寇亚琴呢 你怎么看 你为什么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你是要得罪 A还是得罪B 还是A跟B一起得罪 我今天找你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得罪他们 大哥就在后面 开玩笑 张亚琴基本上就是跟政治 我觉得跟政治的挂钩没有周一扣那么深 对 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张亚琴本来要 应该是跟我们这些喜剧戏剧挂钩 我就会更有前途 不是他会骂我了 没关系 我已经老了 骂我就听不见我重听 好来 就是他比较走草根路线 我觉得张亚琴这都是走草根路线 你只要草根他会用头撞 我给你讲 我说草根路线是接地气的意思 就是说呢 那还讲周一扣好了 对 张亚琴说实在对新闻整个这个影响力 这话也不对 这话也不会分析 对你看我就说你不是要得罪 A就是要得罪B 他天蝎座的 或是A跟B一起得罪 那我觉得周一扣的问题就是说 他跟政治的关系密切 密切 对实在是已经到了很难拆解的状态了 可是我们今天谈政治人物 所有的这个变化来讲 能把周一扣弄进来 那预后姐也要谢谢我们 他的位置很重要 是很重要 所以他在以后在媒体界的力量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降低呢 我觉得也不是在媒体界 我觉得他比较在意的是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对我叫年纪比你长 是是是 我算不如沈富雄 我也可以听你讲点真话 对你说媒体界就媒体界 但是我要先讲说 他比较在意的 一定是他在政界的影响力 那当然 对那对于他在媒体界的 明显的影响力 他会觉得媒体界 我讲的就是政界 对 他在政界的影响力 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跟伤害 我觉得一定会 因为上一次这一个 到底要不要跟周一扣切割 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民进党中常会讨论的议题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的荒谬 就是因为要救陈时中 要怎么救这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那件事情的伤害太大了 就是张鼠坚那件事情的伤害太大了 那要切割或是步棋割 大家居然讲的是说 那谁去给猫挂铃铛 因为怕他的反扑 当有一个人已经让你感觉像恐怖情人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对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就会开始思考 我觉得平秀林你分析的你的名字定的太虽然准确一些是有点小狠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又得罪前辈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所以这些政治人物他会担心万一我有一天也必须面对需要切割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切割那我就一起沉下去了 所以未来的保持距离以侧安全的这种遵守交通规则的想法会出现在过去跟他你农我农的政治人物里头是非常合理的判断 了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非常高兴的平秀林来接受我们访问 如果各位我还是鼓励大家听听今日评评理 好那我们这次说完之后呢会不会有听众朋友就我们这个我跟我跟神父熊跟你的方他不太一样 对神父熊比较有趣还是我这边比较有趣 都非常有趣你别有害我我刚刚就讲说你每次都提个A一个B不是得罪A就得罪B 但是一起或是一起得罪 好平秀林得罪我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中哥